因為你做過的那個手術 你身體會處於在一個 很不舒服的狀況 又冷又熱 然後開始冒鬥 然後情緒狀況 精神狀況 都會有一點問題 有點這樣 就 那我們接下來就 想要問問你自己本身的 你本身的故事 想先問問可福 大約幾歲的時候 你開始有那種性別認同的認知 應該是幼稚園 這麼長 後來想想真的應該是幼稚園 因為幼稚園的時候 你在想 翻上為什麼 女生可以穿裙子啊 他們可以頭上綁YouTube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男生不能留頭髮 不能綁 就是一直有一個疑問 想說為什麼只有女生可以這樣 直到國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網路比較發達 你就會去上網去查 想說到底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男生 然後我想說自己是同性戀 或者是什麼 可是我 我不是很喜歡自己是男生這件事 我想說這樣是對的嘛 那時候就會 偶爾聽過什麼 韓國人藥啊 韓國的電信人啊 或什麼的 你就想說 他們也可以這樣 也可以嗎 所以你國中的時候 會聽到就是韓國人藥 類似 就是偶爾電視上 你會接觸到一些 綜藝節目上 就是被拿來開一點網上 那 不然就是電視上 有一些 綜藝節目 會有難關的高 然後就有什麼 之類的 你就想說為什麼他們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是OK的嗎 是正常的嗎 我也很想要這樣 其實 可是那時候其實沒有跨性別的詞 都是什麼 人家說什麼 紅頂藝人 對對對 什麼 喔 有一點年紀啊 我剛剛有講了 有點年紀啊 還好 25大 現在可能有應該遇到 有紅頂藝 那就是比較年紀 可能我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然後 就是會一起聽到人家說 紅頂藝人就是 在那邊表演的那種 還有什麼變性啊 然後跟什麼 就很尖銳的字眼 一般人不會喜歡這樣的詞 我相信很多人都懂的 通常會想要做變性手術 或者是覺得自己的心理性別 跟生理性別是不一樣的人 他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 天生的比較多 幼稚人或是國小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算是天生的 先發性的那種 後天的 有聽過 可是我沒有實際上 碰過這樣的朋友 但後天發生的這種狀況 也很有可能會後悔 所以在一些精神科醫師 評估的狀況下 對於後天才發生的 這樣的狀況 醫生會保留比較多的部分 他可能不大會去 同意讓你去做一些 身體上的更改 嗯 可福就是 你好像是有做過 全身都有改變 對你來說最害怕擔心 然後或者是你的恢復器 覺得 這麼煎熬 大概是什麼手術 性別從事手術 性別從事手術 他也是最大魔王等級的 我原本想說 那個手術應該沒什麼吧 因為畢竟 你所有東西都做過 他是在你最後一步 我什麼都做過了 那個有什麼嗎 錯了 那是最難的 他也不是說真的很痛 你事物後 但用了大量的止痛藥 你根本感覺不到什麼 但是你就是那種全身上下 悶悶的不舒服 然後因為你做過的那個手術 所以你身上的一些 內分泌什麼的 都被重新的調整過 你身體會處於在一個 很不舒服的狀況 像荷爾蒙失調 然後又冷又熱 然後開始冒鬥 然後情緒狀況 精神狀況 都會有一點問題 就是有點像是 荷爾蒙會影響到的一些 思想啊 出自一些情緒 其實你們可能 月室來的時候 可能會情緒不一定的概念 還有那個 因為你術後 你身上有大大小小的管子 護士三股五十 要來給你兩個血壓 兩個體溫 然後再來給你擦擦身體降溫 如果你發燒的話 是蠻難好的 因為你一天沒有 可以真正休息的好的時候 那你這段時間 你大概是經歷多久 住院住了一週 一個禮拜 對 然後我個人在國外 回復了一個月半 那想問一下就是 你在做這個 最後做這個 性肥重治手術之後 對你的生活改變的最大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改變 除了在你個人的器官上做更改 跟身分證上 法定的性別欄有更改過後 其他東西一律照常 因為畢竟不會有人知道 你下面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你下面是什麼狀態 不會有人知道 所以你把外表打理好 然後就是生活過得非常好 交際的部分也都沒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 有沒有做的狀況 有什麼重要 那個是否個人需求 因為之前我們聽你分享的 比較多都是在講說 會選擇泰國是因為他那裡可以做的 更精緻 對 外觀的部分 那可能台灣就是比較安全 然後功能性 強調這一款 所以後來就會選擇去泰國做 所以你當初也是 是因為這個點 對 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 外觀的部分 外觀的部分 其實我沒有多想 因為其實外觀的部分 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個人覺得泰國醫師經驗比較多 我單純是因為經驗比較充足 因為有些人其實是 蠻在意外觀的 對 我個人的事業轉工 然後就會覺得台灣做的好像比較脫衣 我是不知道 嗯 但聽說是 我們有聽到一個詞啊 就是有人說是下一款 有成一款的詞 對 聽說是我也有聽說過 然後我也有看過的 確實是有那麼一點嚇 可是我不能去評斷說 喔台灣做的就是這樣啊 真的啊 因為有可能他只是個案 可能他可能先天條件上 也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因為那個附帶條件太多了 有時候不一定是醫生的問題 其實不好說啦 那想問問可福就是 聽說在做完手術之後啊 醫生好像會教說 要用擴張器去擴張你的 新的引導 對對的新的引導 這個部分你可以跟我們說一說 那是有怎麼樣 這是必須的 因為它有一點像是 你們穿耳洞的道理 你們穿過耳洞之後 不是要用耳棒去撐住 再以防它癒合嗎 對這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個東西它原本就不是這樣那樣 你把它做成那個樣子 它有可能會縮 所以你必須要拿那個東西 每天幾乎是每天半小時最少 然後去撐住那個地方 可以保持它不會癒合跟萎縮 確保它的寬度跟深度 所以是過了那個術後 後悔不起之後還是要繼續做 還是要 基本上男士就被這個客人做 哦 算是我們比較辛苦的 那如果有持續的刑訪的話 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可以比較少一點 就可以不需要每天 有些人他可能皮膚組 是他比較緊致一點 他可能需要更勉煩的去做擴張 腸道的部分 因為之前有意思說 如果是做腸道 你需要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他會有分泌物啊 對 有些人會想說他用什麼衛生棉 其實不是全天後都要使用 可能偶爾會有一些狀況 他會突然間分泌很多 可能不是在你使用它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困難 但他不是全天後24小時 一年365天 不是這樣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問過我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預期的答案什麼時候 你會有那種感覺嗎 因為像女生越進來的時候 對會有一點悶悶的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畢竟他是腸道 一直做每個身的地方 他是會蠕動的 有時候他在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肚子有一點悶悶的 就很像可能你們那個來的感覺 只要是腸胃到有蠕動 你就是可能會有腸液的分泌 因為腸液他是受到刺激才會分泌的 可是他的刺激 目前還不知道是因為什麼 但就是他會突然間去分泌很多 我個人狀況 我只有一次折壓 然後我一次兩天 我做完到現在兩年了 然後我只有遇到一次這樣的狀況 所以代表他不是經常會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放心 所以平常可以不用墊 平常不用墊 除非你覺得他有腸肉的時候 可以墊 就像你那樣的時候 喔喔 那想問一下可樂 就是當你做完手術之後 看到你的器官被拿掉了 你的第一個反應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覺得很奇怪 這怎麼樣的奇怪法 不是說他不見了 覺得很怪 是一個不適應的感覺 就是習慣的一個物品不見的那種感覺 然後在束後的時候 即使你穿上褲子或什麼的 你都會突然間 喔對喔 我已經沒了 會有那個適應期 因為你在穿褲子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藏 那可能會穿起褲子的時候 你就會很直覺性的把他往後塞 對 男生穿褲子是不是會稍微 就是有點這樣子 然後 瞧一下啊 然後加上我們又要把他藏得 比較不明顯一點 我們就把他往後塞 手一下就會講 沒有了啦 你原本有那個器官 他有他的方便性 嗯 偶爾在很尿急的時候 還是可以站在上廁所的 可是呢 是在束後某一些狀況 像很尿急的時候 就會突然意識到 不行 不能 我現在不能 對 偶爾一兩次 雖然說考驗那個東西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習慣他如何使用 對 還是會覺得他其實 懷念他很方便的事情 對 偶爾 我們最後想要請比較一下客服 就是因為你有做過性別重製嘛 那現在身份證上 也都是變成女生 那因為大家都會把 性別重製之後 如果譬如說在跟女生結婚 跟男生結婚 他們會跟同性 就是我們之前通過的同婚法 搞混 像現在已經 已經真正變成女生了 你如果要跟男生結婚 是同婚嗎 還是其實你現在已經是女生 所以跟男生結婚 就是正常男女的婚姻 其實是適用一般男女的婚姻 因為我們如果做過手術 也換過證明 法定上我們就是女性 所以我們在婚姻上的部分 其實是不適用同婚 除非你是在跟 相同性別的人交往 同樣也是法定身份為女性的 如果你們要交往 甚至到結婚才適用 同性婚姻的法條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很多人就會想說 其實我們這樣 一定會喜歡男生的婚姻 也是有喜歡女生的 這某種程度上 應該也算是一種 女同性戀 這個部分才適用到 同性婚姻的法條 強調的一點是 性別認同 不等於性傾向 很多人就會想說 你想要變成女生 你會穿女裝 那你一定會喜歡男生 你是因為喜歡男生才這樣嗎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其實沒有一定 性別認同 不等於性傾向 這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因為很多人 他們搞不清楚 那今天很謝謝可福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就是包含他認識的跨性別之間 朋友的經驗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經驗 都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知識 對對對 我們可以有新的領悟這樣子 那也希望就是之後 大家再遇到跨性別的朋友 其實他們就是很簡單 他本來就是想要當女生 他本來就是想要當男生 他其實跟我們一般的男生跟女生 其實也有很大的不同 其實他就只是他的靈魂被放錯了神奇而已 大家不需要給他特別多 異樣的關注或是眼光 他其實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那也很謝謝可福 今天到美一季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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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美藝術任務圓滿達成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頻道喔 並訂閱開啟小鈴鐺快點 左下方有真的這樣有左下方嗎 大家有點變態 不要這樣 左下方